欢迎收看第502期ETV 我是主播何佩玄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注本期的新闻提要 2021年一起回家文化艺术季 在本月19至21日于嘉义故宫南院登场 以一起回家探索18种独家为主题 邀请剧团与地方品牌 打造为期三日的文化艺术季 其理念不但融入嘉义在地特色 同时推广永续环保的精神 创造零浪费的活动风气 嘉义县政府与企业文教基金会 以山、海、平原为意象 合作打造了一起回家文化艺术季 结合剧场表演、市集、讲座以及亲自互动区 同时导入永续循环的概念 落实环保并打造深具嘉义特色之美的趣味体验 我们这次的活动叫做一起回家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希望把艺术文化带来嘉义 然后号召非常多喜欢嘉义的一些人 或者是爱嘉义的人可以来到这个地方聚集 那另外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用山海、平原 来做这样一个活动的主轴 主要是因为嘉义是一个有山、有海、有平原的地理环境 那它非常特殊也孕育了非常多的一些特殊的文化 我们希望把这些文化都可以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展现 让艺术融入生活是文化艺术季的举办宗旨 从生活感受出发 希望让艺术用最亲民的方式贴近在地 让参加艺术季的民众 自身表演艺术 体验艺术融入生活的亲近感受 这边就是听我弟弟他们说 这边就是一个小市集 所以就全家一起过来走一走这样 他这边有一些亲子活动 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小同乐这样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艺术季 它是很亲近在地的所有民众的 免费参与有市集 早上晚上都可以来看戏 让艺文的事情就是 我觉得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里面 因为我们很希望我们演戏 是给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见 不只是大家进到剧院才可以看 所以我觉得这种希望 我们所做的所谓的表演艺术啊 作品可以跟一般的大众 一直有生活上的连结 是我们跟文化艺术季 我觉得理念很相近的地方 艺术季除了担任推广在地店家 在地品牌的角色 场内设置诸多亲子共有的项目 让有小孩的家庭也能玩得尽兴 时间局艺文与休闲的假日活动 中正一报 叶轩鱼 邱子婷 嘉义太保报道 云林县古坤乡盛产柳丁 是全台湾柳丁产量最多的地方 每年的11月到1月是柳丁的产季 不同时期吃起来的柳丁 在口感及味道都有所差别 农民在近年也力拼转型 不再局限于盘商收购 而政府也推出活动及销售方式 行销古坑柳丁 11月为秋冬招替时 也是柳丁成收时 云林县为农业大县 其中古坑乡又以咖啡 苦茶油 以及生产各式水果著名 而古坑乡同时也是全台湾柳丁产量最多的地方 在这里可以看见古树上有着许多正当熟的柳丁 云林算是国内柳丁种植最多的一个县市 那其中古坑又是最多的 就占了两层 它的地形就是比较靠近山区这边 那日业的温差也比较大 从事农业的人口是比重是蛮高的 那所以在天然的环境跟气候 那还要加上人的部分 让整个柳丁在古坑这边是最重要的一个产业 云林古坑气候宜人 位置适中 是种植柳丁的极佳位置 而在不同月份采收的柳丁 在味道及口感上都有不一样的差别 此外 柳丁具有丰富营养 维他命C为苹果的19倍 是天然的维他命C来源 身为柳丁的最大产地 根据每年天气情况的不同 常常会有产量过剩的问题 因此农民也想出不同的方式来销售 另外政府也会推出一些活动及销售方式 帮助农民进行行销加工 不再局限于厂商收购 立平转型 拓展更多销售通路 柳丁农一般都是一次性的采收全部 交给盘商或者说交给柳丁合作农场 改变做法就是说提供一个场所 让大家接触大自然 除了说推广生鲜的一个使用之外 是会找向一些加工品的部分来做推广 像是做成柳丁汁或是一些果干果酱之类的 让除了说延长这些柳丁产品的一个期限之外 也提升它的产品价值 实体通路的部分之外 县府这边也有建设云林良品的电商平台 那也会把我们丁去上架到 那个电子商务平台这边去做销售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 柳丁的产量也越来越多 酸酸甜甜的柳丁含有高阴阳价值 是对身体很好的水果 除了能单吃之外 也有各式各样的加工品等着大家去品尝 中正一报 杨纯炫 高桥颖 云林谷坑报导 云林县政府举行开台400年1621大航海时代 严思齐系列活动 特别邀请三金设计师方旭中操刀主视觉 系列活动内容丰富 包括彩绘故事墙 故事策展 音乐剧 以及文化讲座等活动 呈现大航海时代的台湾历史 开台400严思齐 战 开台王严思齐于1621年踏上古蹦港 鼓励汉人拓肯水林北港地区 今年适逢严思齐登台满400年 云林县政府举行开台400年1621大航海时代严思齐系列活动 由三金设计师方旭中亲自操刀主视觉 系列活动内容丰富 彩绘故事墙于11月6号在北港糖厂外停车场举行揭幕记者会 故事策展则于10月29号正式开展 除此之外 还有音乐剧 文化讲座等活动 云林县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县市 那我想不只是一个农业大县 我们的历史定位 我们今天就要定位台湾的整个开台的这个历史 不只是宗教信仰的历史 包括我们整个农地的一个开墾 农作物的一个生产就从严思齐开始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办了这个活动 这一次很开心可以受邀来设计这一次的主视觉 那主要还是以一种勇敢探险 然后带领大家一起迈向未来 然后也希望这样子的画面能让更多人对于云林充满期待 彩绘故事墙位于北港糖厂停车场的围林 由云林在地艺术家与北港水林在地20所学校 上百位师生在白帆布上创作 全长162.1公尺 呈现大航海时代的台湾历史 我们主办单位这一次给我们的主题 我们分配到的就是要讲述 原时期带汉人来到这边创立实在 在找资料的过程我们会发觉说 原时期的故事真的有一点很感人 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会有一点心酸 把它融合在画面里面去 我们非常高兴就是说 因为这个艺文的活动 我们找这样的处理结合方式 就是把我们的历史 这个情境 融入在我们艺术的生活领域里面 让到百姓 人民能接触这个 就是说艺术可以很平民化 在大航海时代 尹斯奇最早率众综横台湾海峡 对台湾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拓肯 被尊为开台王开台400系列活动 用想象、故事、创作及艺术 带领民众去探索土地 欣赏与了解台湾生活样貌 中正义报、杨洁玲、黄兴慧 云临线报导 嘉义市政府于2021年编列800万元的预算 广设智慧型电子围离 透过5G高速传输及大宽屏的功能 优化原有的电子围离 期望透过智慧型电子围离的功能 补足无为强校园安全性上的不足 改善校园治安私教 也使家长、老师能更放心 教育部从2002年开始推动 永续校园局部改造计划 其中有一项政策为无为强校园 为了使社区更亲近校园 教育部积极鼓励各级学校 打破校园的界线 依矮墙、绿梨及造景取代高耸的围墙 但同时也使校园安全遭受质疑 我们学校是没有围墙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社区居民 就是有一个很良好的互动 可是这变成说 我们在维护这个学童的安全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国小的学生对于犯罪的警觉性比较低 所以这一步很棒的一点就是 尽可能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学生 然后所创设的一个犯罪预防的政策 近年来有许多发生在校园的社会安全事件 使得大众对校园安全产生疑虑 校园的亲和性威力也造成校园安全的死角 国中小校园电子围尼的设立 既能守护校园安全 更能保留校园亲近社区的休闲性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搭配学校的保全能力 针对校园的死角 那我们就自利用一些监视的 偵測的一个设备 最原始的就是比较早期的电子围尼 它是用红外线的感应器 搭配影像辨识的一个模式 在这个地方就是有红外线跟这个摄影机 一旦就是有外人 他只要敢触碰到这个红外线的话 那同时这个录影机 就会把这个画面就是推播到我们这个警卫的他的电脑 像我在用的话 其实它大致上来讲算蛮好用的 就是有人闯入的话 他就会有那个警报的那个视窗 他会弹出来这样 嘉义市目前已有多所国中小建设电子围尼 在美化校园亲近社区的同时 也为学生的安全把关 但电子围尼仍有一些缺失 因此在结合5G科技下的智慧型电子围尼 加强了人心感应的设备 能更精确地判断人为入侵 减少误判所造成的成本 加异市政府在2021年以补助15校设置智慧型电子围尼 未来将持续编列经费补助学校申请设置 加强校园死角的监测设备 确保校园安全 中正一报 徐宇童 刘木木嘉义报道 以上是本期的新闻内容 我是主播何佩玄 校园周边有许多猫猫狗狗 在疗愈心灵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随意喂养 ETV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